我们今天谈两件事 第一个我前一阵子看到 有一篇报道 就是美国情治单位 大概FBI或CIA 专门去研究别的国家 可不可能会发生政变 暴动 或者是什么对抗 这样子的一个专家 他说他把同样的指数套到美国来 他觉得美国在两三年之内 就会发生内战 从去年你看我们讲 美国我们认为是世界上高度民主 民主的这个标杆的一个国家 居然会有那么多人冲到国会 而且做了一些 平常讲蛮离谱的这样子的行动 所以那位专家 他是美国人 他就把同样的 他在研究举例如非洲或中东 有些国家可能会产生暴动的 这样子的一个指数 套到美国用美国的国带来 他居然说美国两三年之内 就会发生类似两派人家的对抗 你看现在共和党跟民主党 他们在很多的议题上 哇那个是南辕北侧 这个是一个民主很恐怖的地方 第二个 有73%的人认为 这个Joe Biden 他的经济表现是不好的 事实上你去看一些指数 美国的贫富全数 现在是越来越严重 并没有和缓 有的人你真的 富者越富 穷者越穷 尤其是对那些穷的人 你要想 美国人除夕的习惯很差 没有什么存款 你说我银行里存款 还有个几千块一万块的 这种人很少 那碰到没有钱的时候怎么办呢 因此会你看会有很多的 像在加州有很多的去抢劫 公然抢劫 这种例子越来越多 总之我是觉得 美国并没有大家想象着 是一个民主很棒的国家 是一个很富强的国家 美国的内在的问题非常严重 要不然就公然抢劫 要不然南天也就公然大便 旧金山有几百几千个 无家可归人 到处乱变尿 所以旧金山现在找了人 专门去清 就早上去清这东西 你说以前像巴黎是清狗 现在旧金山是清人 这什么样的 贫富全数太多了 尤其就是在那边 那个房价涨的这个飞涨 来 乃琪 拜登他在这场演说 用了很多很激动 那很激烈的这个言辞 在批评他不点名的川普 但是对于提高他个人的声望 以及他团结 这美国国内我看作用是几乎是雷 拜登就不是靠的他个人的 Christmas这样子的魅力当选的 在这么极为小的差距之下当选 他又没有办法在内政上面 在外交上面呢 有让人觉得亮丽的表现呢 使得美国呢 重新的回到一个团结的状态 这使得拜登在今年呢 要面对在年底的期中选举 我看注定会是很危险的 就是他很快 他现在他这样子如果在今年 他2022年他就跛脚的话 那明年整个大选2024 显然看起来川普呢 重新回来的机会是非常大 除非有很多戏剧化的转变 当美国的国会被报名 攻进去的那一刹那 美国的民主呢 就遭遇到了严重的重创 而美国民主的衰退 以及川普有可能 重新回到白宫在掌权 对于全世界来说 都是一场巨大无比的灾难 这使得这个拜登呢 他现在呢 你现在在国际之间 所施行的任何的合纵联合的策略 看起来呢 都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 而在这种不确定的因素的情形之下 你怎么去强化国际之间 在疫情之下 非常需要团结的气氛呢 然后拜登他在美国国内 现在通膨又很严重 然后很多事情呢 他都做得非常非常的 就让对于民众来讲 就是个很令人失望的 一个白宫新主人 而且川普呢 几乎就像是 像是对共和党的群众 施了魔咒一般 共和党里面有超过 半数以上的人认为 那场总统大选呢 是被拜登 是被拜登给窃走的 然后有四成以上的 共和党人认为 川普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他就应该会复位了 所以他们对于 甚至于他们对于 国会遭遇到报名入侵的 那一幕 那个场景 那天的骚乱 民主党人跟共和党人 都有不同的权势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国家 这么一个严重分裂的国家 真的是会让全球 关注国际情势发展的人 特别是 曾经对于民主的美国 有无比信心的 这些专家和学者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挫败 请支持TTV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